探尋古佬失傳秘術 窺探玄妙天地人間 歡迎收聽喜馬拉雅FM出品的奇趣圓幻小說 《失傳秘術 趕蟲詩 語版》 作者哈姆曹灣 播講曉奇 第592章 鬥雞山 2 上次說到我們被交警攔梯了 要查我的駕駛執照 劉下馬在下車的時候 小聲地跟我說 實在不行 車就不要了 我們走吧 下車之後 那個交警問我說 我問你 你有沒有駕駛證 我唯有說老實話 我沒有駕駛證 交警又說 那我就拿你的身份證出來 我的身份證在大學時辦的 馬上探出來遞給交警 劉下馬看到不是路 就站在一輛車旁邊打電話 沒多久之後 雕駕榮就打電話給我 問我說 聽說你無排駕駛 我答應他 對 雕駕榮又說 哦 那沒什麼事 那沒什麼事 不用急 你去查查你的交警的警號 等我們的電話 你這幫人實在太不懂得做 拘留了你 從怪怎麼辦 劉下馬上了車 把車開到一邊 等後面的車可以通過 那個交警又跟我說 行了 你等著去處理吧 車被我們扣了 但我就說 不行啊不行啊 我再等下 你們會把車還回給我的 那個交警又說 你也挺大口氣的 我告訴你 現在找人是沒用的 說完之後他就不理我 繼續查酒架 大概過了十五分鐘 我就看到那個交警接觸電話 接著看到他對著電話說 沒有沒有沒有 我不知道啊 哎呀 這麼大的事 我馬上放車 那個交警掛斷電話 很快地向我跑過來 一路撈頭 一路跟我說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但是這些東西 要不需要找到去散公安廳啊 實在不好意思了 我不知道你們身上有特殊任務 你們開車走啦 我心想 那些賀榮確實就是找到省內的人 因為只有他們可以 和一些特殊部門有個交雜 我也沒有說話 接過身份證 叫劉下馬去開車 然後走了 後面那個交警 樣子就很不明白 為什麼這輛車 又爛又舊又普通 它背景可以這麼大呢 這是個小插曲 我和柳下馬都忍不住笑了 說起來都是我不對的 但是人怎麼都會有犯錯的時候 那又算是特事特辦啊 下了高速之後 我們順著導航的指引 又走了半個小時 這樣才看到有一條村 在豆雞山的山腳下面 連個鄉鎮都沒有 都有一條孤零零的村 村口前面有一條小公路 那些路面高高低低 偶然有些兜近路的 被查車的貨車經過 幸好這條村裡有一間小飯館 也是沒有名字的 上面直接寫著兩個字 快餐 當時已經是晚上八點多了 我和劉下馬停下車 下車進到店裡 看到裡面兇嬌嬌 一個人都沒有 喊了很多聲之後 那之後一個人出來了 是一個胖子大隻的農村男人 他胸口前面有一根毛 只是穿著一條短褲 和踢著一對拖鞋 他就問我們 吃點什麼 劉向曼就說 你拿個菜單來看看 那個男人忍不住 嘻嘻大笑 然後說 哈哈哈哈 菜單 哪裡有菜單 我這裡有麵 有肉夾磨 有水狗 有饅頭燉白菜 想吃什麼 自己點吧 我們看了這間店 確實又舊又懶 我就很怕其他東西不乾淨 那就要了饅頭燉白菜 飯送上來之後 我們兩個吃到狼吞苦宴了 那個飯店老闆都坐在旁邊吃煙 他就問我們說 你們兩個是不是路過的 我一路吃一路應他 不是呀不是呀 我們要找個地方住低 那個老闆又說 住低 在哪裡住 我告訴你 門口前面這條路仔 不要看它融融爛爛 有二十多公里 一路走過去只有三條村 想在這裡住 不用指望 你們是打算去哪裡 柳海曼吃東西 就不說話 都是我在這裡回答他 我們就去附近的鬥雞山 那個飯店老闆一聽到鬥雞山三個字 整個疾住了 接著問我 你們要去那裡做什麼 那個是個荒山 我便說 沒有打算做什麼 就是想過去玩玩 那個飯店老闆一聲 然後走開了 我和柳海曼剛剛吃完 就聽到外面吵冤 有個人便說 就在我店裡吃飯 你們快進去看看 八成就是上一群人 我便馬上站起來 結果看到有三個大隻佬湧進來 那個飯店老闆 就站在這三個人身後面 在指指點點 這群人看怕都是他叫過來的 我便問 現在是怎麼回事 其中有一個 穿得稍微像樣的人就說 我是這條村的村長 你們上鬥雞山要做什麼 是不是打算上山去偷東西 我告訴你們 鬥雞山是我們村的地 上次被人偷過了 你們是不是上一群人 老實和你們說 上山去找東西都不是不行 我們這條村的人都要有份 我和劉恰晚當然不會害怕 劉恰晚便說 剛才你們不是說是荒山來的嗎 為什麼還可以偷東西 村長又說 不要裝了 你們是不是過來探補 一聽到探補兩個字 我們山中三眉嚇了一條 難道有暗山門江湖高人 來過趕獄煙手嗎 我拎了頭頭又說 我不明白你說什麼 老實和你說 我們去哪裡是我們的自由 你這樣堵住我們 屬於非法區那樣 是限制我們的人身自由的 我們可以報警的 村長聽到之後他都很急 然後又說 我們村的地 沒經過我們同意 你憑什麼上去 劉恰晚又跟著說 那些是集體的地 又不是你的 有本事 你就叫全村的村民來攔住我們 不讓我們上去 那些村長一聽到 我們兩個零牙利子 這麼會說話 一時之間都沒有辦法 那他就唯有說 好好好 既然是集體的地 你們想得 我們都想得 今天你們去哪裡 我們就跟著去哪裡 劉恰晚就笑著說 不是吧?村長 你先說一下 你們山上有沒有不見過什麼寶貝 村長就說 看來我不說出來 你們就不肯認 一個月前 有班人上山畫了很多個坑 坑裡面零零碎碎 扔了很多銅錢 還有個小元寶 說吧 是不是你們做的 我們村民 為了保護村裡的遺產 生地打了起來 聽他這樣說 我瞬間就明白了 原來在這座山上是有古蹟的 古代的時候有人在山上活動過 這樣就吸引了一些探寶的人 拿著那些探測金屬的東西 一起過來尋寶 那些村民看到 在自己的地界裡有寶物出來 於是為了這件事爭了起來 玉煙壽是沙六其叢之一 那麼多年來 那些獄種是神龍見守不見美的 不可能這麼輕易就可以出現 如果是這樣 早就有人為了找他而死了 那些探寶的人 是找不到獄煙壽的 只不過有了這個巧合之後 我們就很難做事 我一時之間都想不出辦法 如果叫丁賀榮去聯繫當地拍出所 和村裡做工作 或者就可以令眼前這個村長同意我們上山 但如果他一定要跟著上山去看熱鬧 我們還是難不住的 如果想調走所有人去封鎖一下鬥雞山 那起碼要兩天之後 如果叫柳向文用胡術迷人 就算迷暈了那些人 但是迷不到他們的嘴巴 那些風聲肯定會傳出去 遲早就會有些村民上山看熱鬧 他們就不是為了其他東西 他們以為我們是探寶的 有些什麼銅錢元寶 他們想著衝上來都可以掛分一點 這次真的很糟糕 接著我聽到柳向文說 你們想跟著就跟著吧 我們埋單的時候 那個餐廳老闆私紙開大口 拿了我們一百元 說一分錢都不行 都不知道他為何這麼生氣我們 我和柳向文上了車 我就跟他說 按照這樣看 我們今晚要在豆雞山上過夜了 你行不行 柳向文說 現在天氣這麼熱 只要沒錢的話 去哪裏睡都一樣 於是我們發動車 繼續沿著導航的指引向前開 那個村長也有輛車子 帶著那個餐廳老闆和那兩個人跟著我們 去到導航的盡頭一看 豆雞山果然是作荒沙來的 裡面沒有果園沒有田地 很多古靈精華的石頭 山了很多棺木 山後面連面有三個風頭 都屬於豆雞山的 其實晚上爬山就很危險 我和柳向文停了車之後 在後備箱裡拿一些行李出來 背了肩膀上 柳向文雖然是發過燒 但因為下午睡了很久 體力又恢復得不錯 因為我們想撇開那幾個村民 所以就唯有夜上豆雞山 我在前面走 劉向晚在後面跟著 隔開了二十多米 就是那四個村民 我心想 他們真的有空沒有事做 他們根本不是為了什麼保護文物 只不過是看到 有外人在自己家地盤裡發作 心理很不平衡 他們真心希望我們是探保人 可以探到寶物出來 這樣的話 他們可以順手搶回一些 通常探保的探坑 畫些東西出來之後 人多的時候都是去搶 很明顯 這幾個人以前是試過的 爬上第一個小山頭之後 已經是晚上十點多了 我對著身後的村民就說 都這麼晚了 你們還不下山去休息嗎? 那個村長帶頭就說 你們可以在山上睡 我們也可以 我看到那個小山頭上 有一塊大清石 對劉向晚就說 今天晚上我們就不要走 烏登黑火就不行 我們就在那個石頭上睡覺 劉向晚扔了頭 將行李裡面的帳篷動起來 在帳篷口點了蚊香 然後拿了水壺出來 拆了牙 我都讀好了帳篷了 那四個村民就站了 沒有多遠的地方 接著聽到 那個村長和那幾個村民就說 你們見不見到 這群人比上班人還要專業些 一定可以找到些東西出來 我們不要走了 那個餐廳老闆補充說 對呀 我上次從那群人手裡 搶了個玉簪 賣了八千元 不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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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聽到 他們之前確實試過探訪人的好處 所以這樣才死心塌地 這次真麻煩 又要不破搶 還要滑走肉煙壽的肉種 很高難度 當天晚上 這四個村民都很會做 沒有過來打擾我們 他們派了其中一個人 回家拿些換的衣服 其餘那三個還守在山上 去到第二天早上 劉恥曼的感冒 徹底好 好有精神 我們收拾好東西 繼續向前走 因為我是有肉種的明確分金 知道要走到哪裏 而那四個村民 被蚊釘叢咬了一晚 完全沒有精神 都跟在我們身後 走到另一個山頭 我見到一個古耀塞遺跡 那就難怪有人要來探訪 原來這裏 一不是古代團軍的地方 一不是土匪的山寨 但沙陸重途上 標準的分金不是這裏 我和劉恥曼繼續向第三個風頭走過去 那四個村民還是跟著我們 就在我們離開古耀塞遺跡的時候 村長在我身後十多米的地方 暗暗沉沉沉 他們好像不是過來探訪的 那四個人就開始痴痴沉沉 但還是跟上來 到了中時分 我和劉恥曼吃了少許壓縮餅乾 打算要爬上第三個山頭 那四個村民有點不耐煩 準備打退堂股 而稍後 那個餐廳老闆突然跑上來 離開的其他三個人 對我們兩個小聲地說 你們是不是過來找玉煙獸的 本集已經播講完畢 多謝你的收聽 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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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